我们这个基督教婚姻家庭辅导碩士的课程 是一个两年的课程 在读这个课程之前 其实我们有一个要求 就是申请者要有一个 基督教研究文憑的学位 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先修呢? 就因为读辅导过程里面 我们很希望有这个圣经和神学的基础 以至读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个整合 这个整合其实对日后我们去做辅导 我们相信神是在那个治疗的过程里面 其实他们跟我同行的 所以这个学习是相当重要的 另外其实一个专业的课程 是很需要得到 外面的专业的辅导机构的认证的 在香港来说有两个机构 都已经认证了我们这个辅导的课程 这个就叫HKPCA 香港专业辅导协会 另外一个就是HKMFTA 就是香港婚姻家庭治疗协会 这两个协会其实在香港 都有一个专业的定位 所以我们那个program 得到它的认证 就是说我们是很合乎一个专业的要求 所以如果大家读完这个课程 其实你是可以参与在外面的辅导工作 又或者在教会里面能够服侍 甚至上教会的大姐妹都一样可以 都一样可以的